立法院议场门口蓝绿白立委 爆发激烈肢体冲突 就是为了抢先将国会改革 无法成功地案 蓝白议场前守了48小时 不满民进党团6点40几分 正对出现组成人墙守住门口 双方上演全武行 民进党侯迟汉杠上 国民党张正伦一个转身 想冲进一场 但立刻被谢龙介林德福 已把拉住还被勒住脖子 你敢拉我的脖子 我没拉你脖子 你敢拉我脖子 就不要在这边耍水辣 一场门口冲突一扑扑 另一头则有钟嘉宾在推挤当中 被谢龙介挡下 小心 小心小心 钟嘉宾甚至你眼镜都被撞坏 叶原只跟表示手都要断了 民党有人盯人防守 或者是三对一 我看洪森汉 他只要一稍微靠近 就有三个人去包夹他 我算是前几个进来的 所以我有听到门裂掉的声音 被门卡住啊 所以如果那时候大家还在挤的话 手会断 不止立委挂财 就连一场大门门框也被撞到裂开 为了国会无法闯关 蓝绿白 立法院肉搏大混战 三选走不了 好 另一个抽筒现场是民党团总召黄国昌在签到排案之后呢 对旁边的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怒吼说 可以这样插队吗 好 当时民进党的立委在旁边啊 郭国文呢就上前回应 结果黄国昌就持续开呛 好 郭国文之后呢 就推了一把这个黄国昌的脸 让黄国昌怒批说 可以这样打人吗 好 他说可以这样插队吗 就从头到尾一直狂讲 而且呢 还说他的口水呢 喷到了他 好 郭国文呢就怀孕现场 说自己其实是受不了黄国昌的咆哮跟口水 才会把脸推开 还说我真的做错了 我应该要摸摸他的头 立法院上午七点签到时 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 不买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插队大声怒批 而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上前阻挡 就是这个动作 郭国文伸手推开黄国昌的脸 被控打人还一度被传承打巴掌 民众党团表达抗议并谴责暴力 不是被推 是被打 我觉得郭国文你太离谱了 这种暴力的行为 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当场跟郭国文抗议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打人 变成他对我一直咆哮 他口水喷到我实在受不了了 因此我就顺手把他脸推开 把自己的脸夹 把他口水给擦掉 就算他去制造假车祸式的说 我在打人 郭国文反酸黄国昌口水一直喷 当下他的耳朵跟脸都受不了了 才把黄国昌的脸推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两人对骂的距离非常近 黄国昌又大声咆哮 让郭国文直呼很吵很恶心 更道歉开酸黄国昌变成蓝颖小弟 我真的错了 我错了是不应该把他脸推开 我应该摸他的头才对 我的同事有两种建议 他说一个要保全证据三天 第二个说最好去医护素消毒 真的是非常离谱 真的超越了文明的底线 我觉得考验赖兴德主席的智慧 而民进党立委林楚音 则出示影片开呛 黄国昌先回头看到很多媒体 第二次回头才开始表演 奉刺黄国昌附随组织 直接进化成为立法院假新闻制造机 一边说打人 另一边说挡口水 有没有打脸就让画面说话 单凶固员双尤尔博台北参望到